要在這個多變的環境下生存 並不容易 更何況是肢體障礙 但是在更生人保護協會當中 就有一位阿川 因為車禍導致右手肢體上的不方便 他在這次的高柄訓練課程當中 卻拿出不服輸的努力精神 做出毫不遜色的高柄作品 我是因為右手不太方便 然後在學習這個過程當中 是有些瓶頸是需要突破的 因為畢竟這種細火 我大概是需要兩手兵用 那在個人方面 就是在新台灣會有問題 我可能會 新的方面會比較對我有影響 就是說原來我也是可以做這樣子 因為我發生事就出車禍 發生意外 右手我不小心造成不方便這樣子 阿川雖然在學習過程中 比其他學員賴得辛苦 但他並沒有因為這樣 而半途而廢 反而付出更多的心力來學習 連輔導講師 都被他的這份努力所感動 我們的學員阿川讓我非常的感動 有感動的一面是怎樣 他的雙手不太方便 他一隻手要包 如果這隻左手要拍過來包這個包子的時候 你看轉不過來 後來我晚上回家一直想 我用什麼方法來教他 結果我教他說拿椅子來 靠在腳上這樣子來包 為什麼 讓去無殘切 腳有殘切 腳都能夠寫毛筆 那我們的雙手包包子又何況說 用用一個替代品來接上 就OK了 結果阿川就這樣做到 在老師用心良苦的教導下 讓他們能活出自信 更希望他們接受關懷 也能關懷別人 讓每個人都能克服障礙 勇往之前 帶動一股向上的清新力量 記者郭俊庭 吳宇芳 高雄採訪報導